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都说男人对女人的爱多是见色奇异 的确,骄傲的容颜,曼妙的身材 会在第一眼吸引到很多男人的目光 可是这种吸引更多的只是流于表面的喜欢 而非真正入心的爱 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缺漂亮的女人 真正其缺的是内心有趣,灵魂独特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往往才能真正走进男人的内心 将她深深的吸引 那么究竟怎样的女人才称得上有趣呢 一,有趣的女人精神独立 有趣的灵魂必然是极其特别的 有趣的女人必然是精神独立的 这样的女人从不会依附于任何人 更不会人云亦云 对于任何事情 她们都有着自己独立的看法和观点 保持独立的思考 做出独立的判断 无论是在工作上 还是生活中 她们都活得自由而独立 完完全全靠自己 中年男人不像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只知道看女人的外表 她们看多了美女 越发明白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这样的道理 所以她们深刻地知道 一个女人是否有智慧的重要性 在一个家庭中 如果女人只知道洗衣做饭 那么她们的孩子眼界也是十分有限的 毕竟孩子更多的是和母亲相处 而一个有能力 有智慧的女人 不仅可以分担家中经济压力 同样也可以成为孩子的榜样 所以 女强人身上 雷厉风情的味道 对中年男人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英国作家弗吉尼亚 吴尔夫 曾在自己的随笔中写道 一个人一旦有了独立的人格 就不再浑浑噩噩 虚度年华 一生都会有一种适度的充实感和幸福感 有趣的女人便是如此 有着独立的人格 过着自由的人生 她们不喜欢卖动才华 但大多修炼出了一颗蹊跷玲珑心 玩得出案人情世故 看得懂事态炎凉 懂得进退 知晓分寸 这样的女人 可以很好地控制自己的人生 将自己活得多姿多彩 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迹 那种自信又自立的风采 对于男人而言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毕竟 在感情的世界里 真正能够让人上心的 永远是势均力敌 二 有趣的女人 内心充实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活得更有意义 有一条高赞回答深得我心 人生意义的大小不在于外界的变迁 不在于时间的长短 而在于你内心的状态 这才是你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宝藏 内心的状态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质量 有趣的女人 有见识 有思想 保持内心的充实 酝养灵魂的丰满 她们往往读过很多的书 走过很多的路 见过很多事 遇过很多的人 那些她们读过的书 走过的路 经历过的一切 都眷刻进了她们的过往 成为了她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正是这些 让她们的内心变得无比充实 充满安全感 更充满幸福感 会浑身散发温柔的气质 她们懂得找出男人身上的闪光点 并不吝惜地夸赞她 女人不要因为家庭繁琐的事 就成了情绪失控 暴躁无比的人 别成为男人口中的母老虎 不要成为时常抱怨 经常像泼妇一样 和男人吵架的女人 只会吵架是因为内心空虚 所导致的 在你们婚姻中出现问题时 你们要一起去共同努力 积极沟通 去解决问题 正如知名女作家冰心所言 内心风银的女人 即使没有花福真修 也能富足一生 内心充实的女人 精神可以达到真正的富足 她们修身养性 自我成长 不急不躁地 把日子过得精致而又格调 惬意而又浪漫 这样的女人会让男人 不自觉地想靠近 沦陷 沉迷 三 有趣 是一个女人最大的魅力 女人美丽的面容 就像春天的花园那般 争奇斗艳 各有各的姿态 有的女人既旨嫌淑 稳重大气 有的娇艳妩媚 极具诱惑力 还有的娇憨可爱 让人忍不住疼惜恋爱 唯有有趣的内在 有一种让人上瘾的魔力 即便是没有漂亮的外表 也会有致命的吸引力 有趣是一个女人 活得最灿烂的样子 王尔德在 《道林格雷》的画像中写道 漂亮的脸蛋太多 有趣的灵魂太少 做一个有趣的女人 才能抓住爱人的心 能够让自己成为 独一无二的存在 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有趣的女人 会让人记忆深刻 想要不断地探索 她世界里的奥秘 能得到从未感受到的 欣喜和快乐 情不自禁地 期待更多的精细 好看的皮囊 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 容貌 身材 家世 背景 这些都是一个女人的本钱 可是 真正让她成为自己的 必然是独特 而有趣的灵魂 而有趣 正是一个女人最大的魅力 其实 男人到了中年 会有很多迫不得已的苦衷 很多事情 她都需要一个人来扛 不能轻易对别人说 只能把自己所有的事 都往肚里扛 她也想宣泄自己的情绪 也需要一个 可以倾诉事情的异性 尤其是有趣的女人 最得中年男人的欢心 因为这个时候的男人 看中的并不是外表 而是心灵上的契合 是感情上的寄托 再美的容颜 随着年华的流逝 也会逐渐老去 可是有趣的灵魂 永远年轻 再好的身材 随着岁月的搓磨 也会逐渐变形 可是有趣的灵魂 永远性感 有趣的女人 都是西石珍宝 一个真正有灵气的女子 美只是基础 气质是锦上添花 有趣才是灵魂的内核 总有人喜欢好看的外表 但没有人可以拒绝 有趣的灵魂 老舍说 一辈子很短 要么有趣 要么老去 有趣的女人 纵然年华见老 依旧魅力不减 所以正如张小贤所言 女人一定要活成这样 面若桃花 心生似海 冷暖自知 真诚善良 处决敏锐 情感丰富 坚韧独立 浅犬决绝 女人要有魅力地活着 学一点幽默感 学着活出自己 学着让自己风情起来 让和自己相处的人 感到轻松有趣 做一个有魅力的女人 要知道如何寻找快乐 如何爱自己 而不是在岁月中 在爱情里 轻易迷失自己 慢慢余生 且歌且行 愿你终能将自己 修炼成一个有趣的女人 精神独立 内心充实 谈笑风生 潇洒尽兴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 都能找到唐桃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